手捧鲜花穿了新娘礼服准备要去干啥 我可听说了今天可是白雪侮辱和白马哥哥的结婚日子呢 你这要去干啥呢 什么 他居然瞧在白雪的前面要和白马哥哥结婚 哎我的天呀 你怎么这么有心机呀 你是处处的算计我的白雪 我跟你说吧 狼子是不会喜欢你的 他的心里面只有白雪 哼 我先说走到终点 如果把这个鲜花扔给谁就能嫁给谁 你别高兴的太早 虽然你马上走到终点了 但是我是绝对不会让你的鲜花扔给王子的 嘿嘿 瞧好不会 他抛出去了 嘿快看呀 哈哈 他最后嫁给了一个赵老头 哎我的天哪 可笑死我了 哇 现在出场的树门的白雪公主 白雪你那么善良 我一定会帮助你的 哈哈 你放心 来咱们的尽量躲开这些障碍物 可不能让他把你给打倒了 喷倒了 哎 多多的收敌这些鲜花 一会到终点 我一定会帮助你 让你的鲜花抛向王子的 哎 咱们躲开障碍物 哇塞 白雪公主 你的鲜花是越收集越大呀 快看呀 哎 躲开这些大巴掌 还有这些障碍物 咱们找终点了 来来来 我来帮助你 咱们考鲜花物 哇塞 快看呀 哈哈 终于 白马哥哥接到了鲜花 他和你成功结婚啦 啊 啊